各位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四 市場是先跌後升的 由於升幅不是太多 所升的板塊不是太多 看看有哪些板塊是頭上升的板塊 百合製品、保險、其他紙銅林業和地產 為何在地產方面推出了很多政策 阿爺會透過其他手段購買房 可能是做保障房 所以在地產方面 你已經知道了,一定會有這樣做 首先看看化學製品方面 這些都是很細小的東西,不是太大的 是上升的 保險方面,一直都是很大隻的 保險一直好,代表市場 暫時來說,那些人仍然覺得是OK的 其他東西都是ETF等等 這些沒有太大的啟示性 紙及立業產品,這些就是市場 不太好的時候會炒到落後的板塊 地產 地產,你看到是否很細小的東西 現在就慢慢有一點點回來 這些兩個先的,比你升了 兩先七的,後來升了 0.007元 這真是好嗎?不要聽 斬賣也不算有怎樣買叉燒飯 暫時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看其他板塊方面 雖然是有升,不過不是升很多 譬如盈富基金升0.7% 騰訊升2.4% 阿里巴巴1.8% 建設銀行升0.7% 工廠銀行也升0.4% 比亞迪還在跌 其他銀行娛樂的賭股也在跌 看看大市 大市今天繼續升了一點點 始終也是這樣說 最主要盡量守住這個位置 守住這個位置 不過一定要怎樣? 上穿破這個位置 172度 172度 今天也不錯了 看到有17字頭 173、173、173、175的掌握最好 我們今天看看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的 就是山東、深華、西洋 今天有其他人要留意的 就是山東、深華、西洋 是 首先